观众们我们来关心国际的局势 现在中东的危机到底解除了没 落幕了没 看起来未必 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的军方证实了 他们用无人机炸死了黎巴嫩 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 你要问了 黎巴嫩跟以色列不是一天到晚都有一些争端吗 可是我们必须说 这可能是伊朗事件的后续发展 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以色列是针对伊朗的外围军事行动 来做一些报复 必须说您看到还有一个空袭事件 很悲惨 以色列空袭了加萨的难民营 结果很不幸的有13个人死亡 我们来看看加萨这边的平民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3.38万人 其中72%是妇孺 超过7成2是女人跟小孩 另外还有7.6万人受伤 那他去轰炸这个难民营是为哪装呢 当然他的理由是说里头有恐怖分子藏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消灭他 只是你光说我们就要信吗 这么多人 几万人 妇孺就这样死亡了 有没有人在追究 看起来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以色列非常强硬 他说你伊朗攻击我 所以我一定会反击 我们要开会看看怎么样反击 这是战时内阁的第三次会议 不过现在延后了延后到17号 也就是今天要举行 那这会议结束之后 他们会做什么样的结论 不知道 可是我们看到外界 外界的一些想象跟外界的评估 说以色列他反击伊朗可能会怎么做 他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直接攻击伊朗 我直攻你伊朗 打你伊朗 第二个是攻击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 叶门的附罪组织 像是青年运动 青年运动 胡塞组织 包括你看到叙利亚里头的一些叛军 这些我就去攻击你 伊拉克也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伊朗驻英国的外交官就说 你以色列如果再犯错 意思是说你以色列又再轻举妄动的话 我们伊朗会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如果是这样 渊渊相报何时了 中东就永无宁日了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拉克 这个中东没有和平 大家日子难过 所以伊拉克也不想被拖下水 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总理 他就否认说 我们没有借伊朗射飞弹 我们没有借给伊朗 让你射飞弹袭击以色列 这个来源是因为CNN报导说 这一次我们看到伊朗去攻击伊拉克 有部分的导弹是伊朗提供的 而且是伊朗这个导弹是从 有部分的导弹是伊拉克提供的 而且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的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就很紧张 他就说没有 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要卷入地区的冲突 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老百姓着想 谁都不想要卷入啊 观众朋友我们看看欧美应援团 西方国家还是持续不断在援助以色列 包括你看到了欧盟的外长 开临时会考虑我要扩大制裁伊朗 把他给制裁包括从经济上的手段 而另外包括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也要表决17项停以色列的提案 包括制裁向伊朗购买石油的中汽 中国大陆的企业 如果你继续向伊朗买石油 我就制裁你中国大陆的企业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现在外界也在讲 中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中东战火停止的一个关键呢 我们看到其实伊朗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其实是很高的 中国大陆也是伊朗的最大贸易国 以及最大的石油供应 最大的石油的重量级买家 中国也不希望原油供应中断 所以如果你继续买 你要继续买它的油 那就不要打仗 所以有可能是变成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冲突的原因 希望大家都和平 继续可以买油 不过我们看到荷兰的学者就讲了 北京对伊朗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也是伊朗在国际制裁下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这也是西方世界说的 你中国继续跟他做贸易 继续提供资源给他 我们对伊朗的制裁就发挥不了功效 所以他们也希望中国去制裁伊朗 或者是不要跟他做生意的往来 可是中国大陆看起来不会这样做 这个对他们国家利益也是有损失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 中国大陆跟西方国家一向对伊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泽伦斯基最近其实很怨叹 也很眼红 他也很生气 他说为什么你们都对纳坦亚乎这么好 你们都对以色列这么好 那对我乌克兰 对我泽伦斯基这么坏 他就说你们西方的军机啊 你帮助以色列都不帮我们乌克兰 那英国的外相 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就说 没办法 如果我帮你的话 我们地区危险就会升级啊 我们先来看看14号的时候 包括英国包括美国 这些国家出动战机 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 伊朗发射的飞弹跟无人机 那现在呢 这个外交大臣 英国的外交大臣就讲说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用同样的方式来保卫你乌克兰 因为我们是北约国家 我们北约部队啊 直接跟俄军交战那还得了 我们北约就要跟俄罗斯打起来了 不行不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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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泽伦斯基的抱怨 永远只停留在空中 就是抱怨嘛 美国也跟他讲说 你乌克兰就不是以色列啊 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 爱莫能助啊 包括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 科比也讲了一样的话 我们来听听看 if the US can and allies can help shoot down Iranian drones over Israel why can't they do the same over Ukraine I knew this question was coming to look different conflicts different conflicts different airspace different threat picture and the presiden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that conflict in a combat role 法直接出动战机 那么进入约旦等这些区域 然后把伊朗所发射的无人机 直接打掉 然后能打多少导弹就算多少 其他的就有以色列 自己把它拦截下来 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现在正在遭受的是 俄罗斯的无人机跟导弹的攻击 攻击什么呢 攻击他的基础设施 包括发电站 包括油库等等 而乌克兰的很多的基础设施 很多的发电站 都已经被俄罗斯摧毁 可能要18个月 可能要12个月 才能够重新再让他供电 这个情况这一年 而且冬天一来 他们怎么办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 他希望美英法同样出动战机 你不用打俄罗斯的军人 你只要把俄罗斯 飞过来的无人机打掉 把导弹打掉 或者是提供给我更多的 爱国者飞弹 我自己来打 自己拦截 对 那我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是大小眼 不过确实是大小眼 因为美国的回答 跟英国的回答很弱骨了 他说一个是伊朗 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当然可以拦截 可是一个是俄罗斯 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是那么的强大 我一拦截 我就跟他直接对打了 其实这个话也告诉台独 一边是伊朗 这不怎么样 我们当然会保护以色列 可是一方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核武大国 它的工业大国 它的整个国家的总体国力 是俄罗斯的多少倍 连俄罗斯都不敢打 还敢跟中国大陆直接交战 菲律宾 日本 台独的 你们脑袋要有点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脑袋放清楚 所以赖清德什么让世界看得见 乌克兰全世界都看见了 他的下场是什么 就很清楚了 我现在导师认为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现在的情况是 以色列跟伊朗 目前在玩弹小鬼游戏 目前来讲是 彼此之间的姿态都拉得很高 对以色列来说的话 他说我如果不反击 我就会被灭国 因为我的本土遭到 伊朗的直接的攻击 可是问题就是 他怎么去反击 因为伊朗已经讲得很明白 你一反击 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攻击你 而且我用的武力 就不是这一波的武力了 那也就是说 以超高因素 你很难拦截的为主 那对于伊朗来说的话 他要不要反击 美国人说不同意你反击 英国也说 法国也说你不可以反击 可是如果以色列还是要反击 那怎么办 所以他的反击一定要挑 美国不会反对的 或者是选择伊朗不会反击的 可是伊朗已经摆明了 伊朗的总统在今天已经说了 即使是最小的你的攻击 我都绝对会反击 那这样的情形下 直接打伊朗的本土的可能性 就会往下降了 那找谁打呢 找代理人打 那所以您看最倒霉的 就是这个里巴伦的真主党 马上就被打了 这个时候伊朗没吭声了 还有找谁呢 找加沙地区的南部的平民百姓打 你看以色列这次又打了 杀了18个人 72%是老弱妇孺 然后美国没吭声了 所以我是觉得最倒霉的 就是这些被利用的 或者最倒霉的就是这些 无辜的受害者 是 真的是 这个战争真的不能发生 太残酷了 对 我认为伊朗对跟以色列 是陷入报复战 他两个彼此互相报复 报复来自于空中 以色列对伊朗他不会进行地面战 那这样的话以色列打以色列的 伊朗报复伊朗 将来都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一时两刻不会中止 然后报复的规模 如果是以色列加码 那伊朗也会加码 一定会这个样来做 所以按照这个等比例 这样子来看的话 中东的情势一时两刻 是没办法降下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最重要的 他已经踏入西方的战略陷阱 很清楚的 他当初的时候 西方国家给乌克兰讲 对乌克兰的支持坚若磐石 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 我们也被讲坚若磐石 对 我常常听到坚若磐石 我说这个坚若磐石 这个现在不能用 这是战略陷阱 那现在乌克兰 现在一直在叫苦叫 叫穷叫救命 现在这叫救命 不是叫穷叫救命怎么办 所以进入盘子 这个四个字 现在变成一个战略疾变 我认为这个要非常地谨慎 美国西方国家会让乌克兰输 但是不会让以色列输 这是一定的 那现在乌克兰吃到这个苦头了 当初我们大家都看到 大家在这边在场的包含 兵格包含赖教授 当初在两年前 都讲得非常地清楚 现在一一印证 非常地清楚 现在这个状况 那乌克兰支持俄国 而且骑虎难下 没有办法收 因为战争起战很容易 但是要收战 要终战 非常困难的 怎么终战 愿意 这个方济各 教宗 方济各讲 勇敢地举白旗去 走上谈判桌 教宗都被骂了 都是这样子 没办法 教宗被骂了 教宗你看看 他是为乌克兰人民在那边 因为人民死很多 现在乌克兰以后断代了 没有年轻人的 妇女都要上战场 将来没有人生小孩 妇女都上战场了 只剩下老弱妇孺怎么办 这国家就没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初的监肉盘石 结果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承认斯一现在 你看承认斯一路在哀叹 现在中东最紧张 乌克兰越倒霉 你中东最紧张干什么事 但是乌克兰倒霉 是这样 没有武器给你 通通没给你 因为不一样 一码归一码不同 那都把它排在后面 当初的监肉盘石 东风马尔 只是这样讲一讲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看 整个状况的发展 没有办法稳定 中东战争就没办法 一直持续下去 报复战不会那么快的就停 乌克兰的状况 只会越来越不利 他的越想要收复尸土 是越丢掉更多 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他整个是进入战略陷阱 难以置拔这是非常 当初非常不治的 是没有错 来请教兵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泽伦斯基说错话 他这个时候根本不应该讲话 你逼着英美直接表态 你就不如以色列 请问一下对乌克兰的好处 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心里同名知道就是这样子 全世界也都知道这样 但是这种不能说的秘密 你非要逼着人家公开说出来 那对乌克兰的士气 不是更大的打击吗 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做了一件笨事 他最近做另外一件笨事是什么 他最近下令说 因为他们兵援不足 下令说本来兵援 你在战场三年 你就可以轮休就回来了 不用在战场 他取消了这个规定 你知道现在乌克兰前线是人心惶惶 很多人想说难道我一定要 不是重伤就是死在战场 我才有机会回家 你知道这个也对士气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 很多古代不管是大陆中国或是外国也好 中外都一样 就是你跟士兵讲好的条件 比如说你三年轮休一次 五年轮休一次 到最后没有轮休 到最后士兵会干什么 会直接叛变 就会造成兵变 这个是很严重的状况 我觉得泽伦斯蒂把自己搞到这一步 是非常危险 至于伊朗跟以色列 我必须讲这个事情还没完 因为现在当然整个国际局势 对以色列不是那么有利 所以他应该不会直接去攻击伊朗 他可能会像大家所预测的 他会选一些包括真主党 包括哈马斯 包括其他的地方来报复 然后作为疏解他们自己的民心 可是我老实讲 全世界最会记仇的就是以色列 他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 他等到将来情势和缓有机会 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打伊朗 这个是以色列向来的战略 就是这个样 因为他如果不这样 以眼还眼以压还眼 他在中东没有办法立足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未来几年恐怕都事情会非常多 这一定会是人类最头痛的一个地方 是 乌克兰的战场还在持续 不过有很多的国家 或者是很多的人都希望 真心的希望这个战争 可以赶快落幕